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6黄金超级联赛下季赛 我是鬼鬼 我是唐妹 那刚刚我们进行了 我们的第一局的败者组比赛之后 接下来会进行我们第二局的败者组比赛 对 现在刚才确实打的 可能选手确实压力很大 确实存在说有可能翻盘的一个点 但是确实也没注意到 这个也不能怪选手 确实如果我去打的话 我可能也会翻成了失误 是的 就是因为你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就全都不一样了 对对对 毕竟我们是上帝视角嘛 然后现在是刚才这位已经进入败者组的 武藤游戏这位选手 他还是熟悉的职业 盗贼 狼人战 狼人冲锋努力战 因为只能选手 法师 然后术士 好 这就是我们已经在败者组的 一位选手 他是一位熊猫的 引动乾坤 也是长撒弹拔强 也是非常有实力的 是的 他的职业是术士 贼 德鲁伊和战士 好像这两个人的职业都比较相信 都比较信仰 有盗贼 觉得都能跑 你觉得双方 办职业的话 会办对面哪个职业 这样有盗贼的话 可能都会针对一下战士 你看 果然 在习的非常到位 这个 这个确实 确实不能这样说 因为确实盗贼 他比较现在都比较怕 最怕现在这个龙战 其实他们双方应该是 互相已经在台下 或者怎么样 看过你的打的 想法的话 其实这边 这位战士的话 也不一定能办 因为他是比较 狼人冲锋 奴隶战 结果可能慢 盗贼也可以打一打 其实 是的 好 这样的话 两边都有贼和 德鲁伊 然后一边是法师 一边是术士 对 那现在 你觉得现在 你先看好谁先 我 我看好武藤游戏 这样的话 那我只能看好 眼镜凶了 因为他是主角名字 这样的是吧 我估计他有主角光环 这个 也是 不过你这样分析的 也确实有道理 我以这乱分析 我想物源以对 哦 我们看到他这个树是 并不是动物园 他这是一套带了斩杀的 打斩杀的宇宙树嘛 宇宙树打这个 德鲁伊 其实并不好打 因为雷洛非常关键 是的 接受肯定换换 因为打这个职业 并不需要留AOE 唯一要留的牌 就是末日 雷洛 前期能够给自己解牌的一个 这个可能性 我估计他先上树士的原因 是会觉得对面也会先上树士 而我这样一个宇宙的卡组对抗 你动物园来说的话 因为我AOE多 所以可能我好打一点 对 现在就看德鲁伊能不能糊了 下手直接摸成长 这把就赢了 如果这里前期被卡两次截的话 就没必要 其实在这里 宇宙树是没必要出牌的 直接可以忍着过 哇 卡手了 这套是带小精灵的 说明肯定是 可能会有一个丛林之魂的 这样的扛破在这里 宇宙树要解这个场是很好解的 但是亏不亏 那是另外一种说法了 这边的话 先上黑石摊分 其实这里的话 可能选个腐蚀树会好一点点 因为其他两个确实 在对着这个职业的话 没什么用 腐蚀树可以解个怪嘛 可以解大怪 对 你腐蚀树 我直接腐蚀树扔给你就可以了 在这里的话 我个人建议的话 宇宙树这里不要出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可以配合到时候 铜续可以过两张 先抽牌可以拿到更多的解牌 找木光龙才是关键 现在术式的手牌 并没有木光龙 末日这里 这里只能抽一口了 下回九张 下回九张之后 下回十张可以抽一口 不过还可以啊 这边直接走来嘛 所以他这里的 五头游戏这个宇宙树的节奏还可以 可以再抽一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哦 抽不了了 应该可以打个腐蚀树 腐蚀树接末日 因为这样防止我被解 这样的话可以稳定战场 虽然下回他可以 下回可以硬跳女王 这个节奏挺好的 女王虽然被横扫解了之后 但是如果他有个索雷森大地的话 这把就能非常大的优势 这个盒应该是会上末日 就是我卡尼会和节奏嘛 这里末日的腐蚀树全打就不贪 因为宇宇宙树一定要把这个节奏抢回来的话 你只能一直下怪让他去解 如果不交这个腐蚀树被对面把末日解掉的话就有点伤 对 因为节奏还是对面的 你现在并没有扭曲曲弓这样的牌来解这个场 哦 他没有选择去用 那这样子的话这边可以露灰激活 先 裂爆 这里可以先看一张啊 其实先看一张也没错的 其实他这么打他就怕待会忘了嘛 我先把你解了 这样打的话 所以就导致刚才这个问题 你虽然生了怪 但是你一定会扫个三五 而且宇宙树的问题在于 现在他并不能抽牌 他永远的牌是十张 是的 宇宙树这个职业 如果他不一定用的索白的话 他可能就直接走远了 爆炸了 做好学习准备 怎么解 这个局面 所以 哎 130 这里 130手速快直接拿四个过来 这就看手速了 而且一定要130往右边放 因为这个有个对角线定理 只要抓的好 直接把那个四六和四四六全抓来 你看这个选手一干就年轻 如果会玩的宇宙树的话 他一定会放到右边的 因为对角线定理 一定能抓到这个陆奎的 我太有经验了 我经常这样抓了这样的怪 我感觉这一把又要走远了 这一手 跳两 跳两费 然后再过三张牌 这怎么玩 已经已经没得玩了呀 哎 陆奎为什么卖血呢 因为他陆奎被腐蚀树了 哦 对的 哦 不好意思 这我没注意 刚才 没注意看屏幕 好 这里 这个 所以说就是 导致刚才那个腐蚀树 提前加的话 就不会存在这么多 这个教师的问题了 是的 所以你这回合你加不加血 你不加血 你也没办法 如果刚才他打了之后 少一个怪之后 你下个陆奎 我上个女王 你必须跟我换 你没有选择的 对 但是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就算那回合打出腐蚀树 他还是可以升一波 只是没有女教师 对 他毕竟他那一手就是陆奎什么激活乱七八糟 上了一大堆 没有办法 这里的话 这场是没有办法解的 首先我们来算一算 他会不会被斩杀 这个不用算了 肯定死了 这时候应该请教一下弹幕 弹幕肯定告诉我们专业的斩杀 能够打多少 是死了 正好 正好够17 就是变个脸 正好17 所以他只能奶一口 然后对面一个咆哮 这奶一口不穿了 奶13选 奶的根本奶没什么区别 这里散烈流是全体加3 就是等于就是 5 5 15 15的话 加 加2 这里直接可以选择这个先加 小精灵加 好可怕 直接剃脸就行了 因为算了 根本就不用离对面 再算一下 这里解的话也是可以的 他选择最稳的打法 我再生两个 对不对 这个雷洛就没用的 这是只是一个慢性死亡 因为他这里选择不成长的话 可能是防对手一手硬币 有局虚空 但他这里没办法 他不奶的话他怎么打呢 所以 宇宙树抉择的还是有点问题的 如果 当然这个可能是 比较紧 反正后面还有优势对局的 当然只要不碰到盗贼的话就可以 因为宇宙树打盗贼确实很难 他要用女王利带去抓夹几针的话还可以打 而且保证 盗贼的话会比较卡手 这样打其实挺优势的 毕竟他是在斩杀的 不像传统宇宙树有些不带斩杀就慢慢被托死了 对的 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 乾坤先赢一局 一比零 现在的我觉得盗贼是很有可能被三关的 所以好好仔细想想如何关对面的盗贼吧 虽然一比零这也是小笔分领先也不要 是的 我只赢回来就平了对不对 好那我们第二局要开始看一下双方的职业 这边是法师对阵贼 他直接把贼上了 这个还是刚才那个兵法狗头兵法 嗯那兵法打兵法的盗贼就更需要更多的随从战场 是的就要前期给他压力 这已经打过应该是知道的 所以这5-4可以留光头7也可不可以留 那都可以特攻都可以留 因为特攻的话他裸扔就是打点伤害能打多少是多少 他两费可以硬逼特攻嘛 好这盗贼技术还可以有加继生 法师这边应该直接出个意义 对 哦他带了两张工程师学徒 对应该是两工程师学徒一张一张箱子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搭配 两兵甲一苦痛的 这直接奥数智慧过 对可以过两张 现在法师只要 一般很多人都认为兵法打盗贼其实是优势 因为盗贼没什么没什么加血的嘛 但是盗贼他有一张非常好用的牌就叫闷棍 你上末日冰环你被闷棍了你就很亏 是的 哦我们看到这个贼是蓝龙贼 这里可以直接扔个末日了 其实这里真的可以直接扔个末日 因为你扔个末日的话对面避解的 然后浪费伤害在这个末日身上 这样就给脸护住了 你下火你摊一手末日冰环的话 他并不能就是说给你脸就是说降攻击力 对其实主要就是怕闷 因为你摸着冰环我 他一定要明确有一个思路 他倒在一起手肯定会找闷棍留住的 他去闷你的末日 所以你这个扔个末日下去 他其实起上脸的话就可能就是三次血很稳 你到时候拖两轮之后用 直接用个烈焰就直接全清了 是非常好的打法 但是这里的话 武费他可能就直接选择冰环末日了 然后被闷 这套这套冰法的话是一套外服的一套就是双双镜向的 有可能是双镜向的 因为他可以配合就是互联 因为你解这两个人解这两个玻璃的话 他你也浪费很多伤害 是的 好这边就是肯定就是跟你抢脸了 法师六费的回合 我觉得可以选择继续下末日 加 玻璃 如果刚才这个末日 暴风雪 暴风雪 他这里可以选择寒冰剑打一个 接玻璃接末日 这样打其实挺好的 但他选择寒冰剑留住 选择这样打也是一样的打法 火把更好一点 一个是费用他可以打满 还有一个就是火把他用到之后 之后来炙热的火把他就伤害更足一点 这里可以选择直接跳锁 直接 下锁了新大帝 长行减一波费吗 对 因为这里的话 他现在手牌可以刷起来了 因为哪个硬币回来下火 这里不理这个mode的话 可能也有优势 但是看他敢不敢这样打抉择 因为你这场的话 你闷掉之后 你下火是不能上怪的 主要是他闷了之后 只有四肺他上不了怪 对 但是盗贼的话没有过牌 他也是他的一个问题 而且闷了之后 你两个闷都交了之后 可能之后重要的回合 你就做不了什么事情了 对 还是选择一个非常拼的打法 这种还是太拼才会赢嘛 反正我就早点启动嘛 我怎么打 对 那这边那边肯定没什么想 我先下个大地先 下火直接红楼喷过来 嗯 这样打就基本上好打了 因为你解的这个东西你也很困难 是的 或者贼这边直接闷回去 好硬币起手 先硬币起手看一手 这个肯定是硬币起手的 对 四肯定带发闷棍 都可以交 嗯 先闷吧 然后刺激 这个独嫩 独嫩可以不交 砍一刀接转链 接转刀 下火可能就有非常大的机会 蓝龙四肯定带发 接独嫩 这一手伤害很高的 嗯 这里非常尴尬 这个虽然加激森你现在放不放 你敢不敢红楼喷一手 你怕不怕他直接刷死你 现在就是 对因为自己的血量也不多 他这么打就是要解加激森了 所以这里可以选择冰箱寒冰箭接火冲点掉 打一飞的寒冰箭 嗯 这样是可以的 嗯 其实解教加激森的话不交冰箱也可以 嗯 他一定会交冰箱的 因为他怕被斩杀 这里 确实 就是看他舍不舍得交这样一个一飞的寒冰箭 他这个一飞寒冰箭他不交的话他很尴尬的 因为他这样费用打不满 哇哇 他直接交了一个链锋吧 他觉得他选的想法是红楼我喷了之后我就赢了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马里狗斯刺激待发加毒人 事实并非如此啊 你马里狗斯解不解 这个够大了吧 刺激待发 哇 就砍一刀十 剩一 下火直接一刀捅死就赢了 打了吧 这里是可以打的 因为下火 趁你蓝龙还在 万一被解了怎么办 虽然被解的几率比较低啊 对 因为下火一血冰箱的话很容易破的 这边的话 所以刚才你挂冰箱那样点点的话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 嗯 现在看一手啊 看一手这边能不能 现在蓝龙直接刀扇可以把大地解掉 这是很好解的 是的 我们下 一刀打个冰箱 你现在 其实贼这边伤害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很足 但是其实就是看法师这边能不能戳到 就是把他斩杀 法师有机会 这边喷一口再加个冰箱 喷冰箱 然后喷冰箱 然后喷冰箱 喷冰箱 喷冰箱 这样就赢了 因为喷冰箱 喷冰箱就是15伤 呃 加火球就是15伤 我带来了生命 喷冰箱 喷冰箱 冰箱 嗯 下火他没有加血是吻死 用掉吧 他觉得这里不用也可以 因为为什么下 不用也行 反正你费用是够的 下火我拿个狗头回来 我费用也一样够可以打出去 嗯 但是他这里应该不会贪 对 因为盗贼没什么回血 最多就一个大地环 不能说呃 奇迹贼呃 蓝龙蓝龙贼这边打错了 只能说法师的节奏 确实好过他这边 嗯 是的 问题在于那个大地的问题吧 就是如果大地解了的话 就 不会存在说 红龙跟冰箱一起打出来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冰箱是没解过费的 三倍的冰箱跟红龙 就是11费 因为大地减了两次费用 对对对 打自己 过个大地环先击回来 并没有用 没有 这血量已经知道是要进展上了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1比1 对 也是 这里也是处理的非常好 嗯 其实在对面上带地的那个回合 盗贼这边 他其实别无选择 他只有一个门 他任何方法他都解不了 对 其实如果前期一直接用送掉末瑞的话 可能他上大地的回合就比得坚决 就不怕被抢死 他刚刚那回合直接选择 直接打个呼拉的话 就解决加基森的话 也是做的也蛮不错的吧 对他就是不想浪费我的职商 在你这个加基森身上 对他觉得你并不能铺场铺死我 对不对 毕竟你是贼嘛 你不是动物园 对 不过冰法跑了的话是非常好的 因为冰法这个职业 现在确实有时候打起来 让人很难接受 他这里带镜像的好处是 他打对阵动物园的时候 他不用冰环接摸率 他可以选择镜像接摸率 一样可以经历的场 对 这康宝还是单费 非常舒服 是的 好 这样子的话 武藤游戏这边 他是上了自己的贼 而引动乾坤这边 是选择了上动物园 对 动物园打贼 那动物园只要前 只要不是贝刺和军期 这个combo的话 基本上是好打的 嗯 这边 荆棘是可以 可以不保留 因为这个牌 一旦被刀上的话 就特别上了 而且前提留在手里 也不好 他可能是因为有飞刀 他才留的吧 嗯 哇 这几手华丽 如果这里对面 没有用贝刺的话 我感觉可以直接两费飞刀 对 因为飞刀可以吸收贝刺的伤害 嗯 哇 这吸收非常厚 他觉得还是 两个飞刀可以扔掉一个 其实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比较贪 我肯定会上飞刀的 因为飞刀吃贝刺肯定 肯定更好一点点 嗯 三二你这踢 踢到三下的话就九血了 对 因为你明显没贝刺 而且你是先手 你不受手 你没有硬币可以触发军期的连击 你打不了二 对 现在问题在于 这边很尴尬啊 这边 主要是他手里一个法术又是隐藏 大电话先知算了 他没法去触发那个军期 对吧 大丈夫能冷住就能赢啊 嗯 只能圆一手 这边的话就 跳两个飞刀吗 双飞刀吗 把他的灯火放到一手 在头上 想一想想一想 不要冲动 万一他没死你 还得交一个怪 对 他只是 他这样 剪下去只是看一下飞刀 因为他的结算是已经结算了 就是看下动火效果 就是如果不能打的话 就说明他已经死了 下火可以拿龙斯一代法刀扇 但是这会怎么办 隐藏皆光 光头 可不可以 这个打法其实也可以的 嗯 他只能这样打 但是 你要大家伙人家就阿格斯之盾一下起来 就麻烦了 嗯 其实架起来很好 他还是得一换一嘛 他现在直接打脸 弹 问题是人家 蓝龙斯一代法刀扇是解不干净的 蓝龙过被刺 冷血冷血就没用了 冷血没什么用啊 这蓝龙要被 这里应该是要打的 因为不打的话 你永远站不住场面 但是还选择还是贪 因为他打了的话 他一个怪都解不掉 他真是一贪到底啊 这是 呃 这边的话就非常尴尬 怎么出 出两个的话你要送掉两个 这个蓝龙不可能不理他 拿一个死缠吧 嗯 这里 就换掉了嘛 这的话其实 这样打其实 节奏浪的有点 有点 有点多 嗯 冲锋陷阵 不过盗贼的话 要清这个场也是不现实的 主要是蓝龙 对方有蓝龙 你不敢留啊 不然一个刀扇 还是很烦的 刷大饭 这里想赢的话 可以刷大饭 有没有可以 两脚踢死对吗 对对对 直接刷个大饭出来 有机会的 其实这真刷大饭 还是有机会 刷大饭 刷大饭 看一手先 先过一张 隐藏 可以 这隐藏过的 不是特别好 因为隐藏之后 确实没怪上 你刷大饭 刷大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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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 你能学隐藏的话 这个就66饭 66饭就10攻 10攻的话 要踢三下才能死 这个就比较困难了 踢不到那么多回合 但是他只能把饭下下去 他都这么打了 其实这里可以选择 四季待发冷血给对面 然后四季待发刀扇 然后再出饭 再隐藏 这样的话可以造成一个 10 也非常大的一个 范克里夫吧 但是怎么办呢 你下怪的话 你大饭就出不去 直接把隐藏就好了 88 88的范克里夫 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个踢两脚也差不多了 但是 也在这里远接 他这里只能3加3 没什么想的 这就比谁抢的快了 但动物园这边还可以双架 想想就不舒服 被刺 这里的话就非常尴尬这个局面 你现在隐藏 如果刚才隐藏 留下来的话可能 就不会 存在着尴尬的局面 这一脚踢是肯定能踢到的 嗯 被刺应该还是要用的吧 这直接踢点啊 没什么想的 刀砍掉 下活 你解不掉 你就可能就死了 他留被刺是为了加激生刷吗 他这个被刺也打不下去啊 他被刺可以就是 也是 如果他把那个2-4打了的话 人家还可以架另外一个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把两个2-4放一起 就是我阿古斯架的话 他血更多一点 他肯定会送你阿古斯的 这个问题 问题的话 他这里可以选择 直接 踢一脚 利带给一个阿古斯 阿古斯 恐狼架起来 应该是可以这样打的 但是对面可以 踢掉一个 然后被刺砍掉一个 这个利带是肯定要交的 因为这会 但是也可以一种新打法 直接利带给上去 然后恐狼放中间架起来 直接打脸 这样的话也是有机会赢的 现在场攻的话 是6 6加6 6加4加2 差一点点 选择加 这是一种飞摊摊的打法 他这里应该会送一点吗 不送 如果有个闷棍的话 可能就会直接 直接出事了 对 哦 又来了一个 那这边的话 这直接截了两个 然后被刺砍 但是按盘面来算的话 已经是死了 因为 因为不可能 不可能剪 不可能剪 得到后面的怪了 对 奇艺贼这个职业 他有时候 厉害的时候就非常强 叫加吉森刷起来 但是 嗯 没有摸到加吉森 而且两个隐藏 都是浪费的用的 就是没有起到隐藏效果 都是为了触发连击 才去用的隐藏 对 对 刚才确实是斩杀不了的 因为 场攻4接恐狼 就是12 对面13血 那这里直接力带打死 好 那这样子的话 熊猫引动乾坤 是进行了 到了一个2比1 对 已经到了一个赛点了 嗯 他这个确实也抓得好 确实抓到这个奇迹贼 是的 奇迹贼一般这个职业的话 很多人打比赛的话 就是放到最后的 嗯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放到最后 因为确实他 你给他更多的机会 他都能展现他的奇迹 嗯 那熊猫这边 他是只剩下一个 应该是动物园吧 对 一个术士 那如果 呃 是武藤游戏的话 他可能会先选择宇宙树吧 这感觉贼打动物园不是特别好打 呃 这个 他这边是 呃 熊猫这边 呃 这位选手的话 应该是剩一个蓝龙贼 刚才没跑掉的 哦 蓝龙贼被兵法打掉了 对 蓝龙贼 那蓝龙贼的话 宇宙树是不好打的 所以他可以用奇迹贼去再打一下 因为奇迹贼的启动 会比蓝龙贼更快一点点 盗贼的排序确实非常关键的 如果盗贼的排序的话 他比普通的好一点点的话 确实就是非常强的 是的 而且主要是就是 加鸡森刷一波之后 像刚刚那一盘 他是完全没有摸到加鸡森的 这么提醒我 对 现在就是说武藤游戏这位选手的 他的骑贼速度应该会比 这边的快 因为他是火车王的 一个剑中和气中的对决 这是 好像普遍都认为 好像剑中比较强一点 这个也看了 看加鸡森 这张牌的 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就能赢吧 来了 后手的加鸡森可能 也看能不能抢到枪面 其实我还挺好的 被刺 下回说 如果对面上个三三光头的话 这边可以刷四十饭 你这四十饭的话 你必须刺骨去解掉 是的 好 这里两费的话 这里只赚刀啊 你硬币跳大翻的话 你后面怎么办 你这里肯定可以忍一手 因为双倍都在手里嘛 硬币跳大翻的话 三费 空打刀扇呢 他这里 会赚刀 因为不会动刀扇 可以配合蓝龙 打四十代发可以清个场 嗯 因为如果有些人打拼的话 就可以选择另外打法 其实这样 这样算的话 现在这边可以先抢血 是 他可以被刺 赚刀 把这个解掉 然后撕起踢点 被刺 他可能想过牌 或者直接过牌也可以 但是他不会的 因为他赚刀 内战补刀才是关键 嗯 因为他 他来了一个刺激待发 所以他这个刀扇 其实可以留着给加基森 呃 他是可以这样想 刺激待发留着 下回如果摸个刺骨 我上个五四 刺激待发刺骨 截掉你个五四 我就可以抢你非常多的血 嗯 但是事实 呃没摸到 被刺 没摸到的话 可以打一个拼的 被刺 刺激待发刀扇 敢不敢这么拼 但是他觉得还是不拼算了 反正我留的 肯定不会错 因为他现在节奏 已经尝到了 在场面上的优势 反正你得解我嘛 这边的话 你觉得要不要直接 就是 冷血隐藏 然后闷一个回去 呃 你现在手里 如果有足够的把握 能打死这边的话 你可以考虑这样打 但是你没有足够的把握 打死这边的话 你是不能这样打 因为他这个 冷血隐藏 他还可以踢两脚嘛 两脚是18 他手里还有一个火车王 嗯 也是可以 18 这边有18 18加火车王 就是24 24加两刀 就是26 26的话对面剩一血 可是可以这样打 就是有一点机会的 这么打 门滚 冷血贴 好 这个打法就让我想到了 在中欧赛里面的奥斯特卡卡 嗯是的 那一把就是四代发给血法的那一手 嗯 哇也是非常爆炸的伤害 这已经变成一个P7抢血者了 并不跟你玩什么奇迹了 是的 对吧 能先把你打死 对吧 死了总没有什么奇迹的可言吧 嗯 那这边就正常打了 这边已经刀肯定不交啊 这里肯定会忍着 这直接踢 哎哎 火车王 我觉得这里 可以先 火车王 然后自己代发刀扇 对 如果能过到一个什么牌的话 再过个冷血的话 就赢了 哇 你这个 可以的 你这个解说能力 这真是毒哪一手啊 把这边直接火火哪一手 哈哈哈 这真的跟我不关 我只是说出了他的伤害而已 本来人家还可以诟一回合的 你现在已经直接把人家带走了 哦 我知道为什么 肯定是主角光环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果然你看到我的选手就是不一样是吧 嗯 那现在是打到一个2比2 对 像蓝龙贼的话 不过蓝龙贼打宇宙术是优势的 嗯 只要过到牌 刷到宇宙术打的控制你的血量 就是 把你雷洛骗出来之后 直接后期直接一套打死 是的 宇宙术的节奏是比较偏慢的 他并不是像很多卡子一样 他很快 他就是慢慢拖慢慢拖 但是 你要知道盗贼的节奏 只要强起来的话 就非常凶的 对 而且主要是他马里狗斯一下的话 这是他马里狗斯下了之后 如果当回合没有打出伤害的话 也说不好 马里狗斯上的时候你已经死了 就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结局 他不亏你活到第二回合的机会 除非 除非一种什么情况 就是盗贼被宇宙术压制了 这种情况很少见 就是我迫不得已我上他 对 对 好我们看宇宙术他 他起手没有留法术 这里直接赚到过 那还好 现在可以抽一口下位出24 4费出木光龙 然后硬币跳索人生大地 这个节奏是对于宇宙术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然后减着关键牌的费用直接斩杀 这样就基本上就赢了 好这边来龙也来 这个光头可以扔了 因为确实没什么用 直接裸上吧 末日 这边末日可以吸收一些伤害 对 这里解不解还是个问题 但是按正常的话可以解毒药被刺 他选择直接过牌 毒药 这样解也是可以可以省被刺 因为被刺的给佳之神配合的费用就更舒服一点点 是的 毕竟零费 所以这个想法跟我西样的正好收到了索人生大地 所以下回可以选择硬币索人生大地 减费 这回合就看贼手里有没有闷棍 没有闷的话 其实他要解还是有点烦 他要解还是可以解的 就是被刺刺骨嘛 这东西解起来特别伤的 主要是会浪费大量的伤害 这就感觉特别困难那样的 下回人家直接一个索人生大地拍脸上 这个肯定是要 这里不能上女王 上女王一旦被闷棍 虽然你这回能独处对面没有闷棍 但是你不能就是这样去拼 对 而且其实没有必要 就对面场上换到你 你女王也占不了什么便宜啊 对 还不如下大地呢 手里那么多牌 这手牌减费就等于 八个硬币啊 什么概念 是的 这有点可怕 而且你手里的牌还都比较关键 对 喉咙啊 螺丝啊 对 他不敢 他也不敢闷你 他只能跟你换 假设对面如果还能卡一手 加之身的节奏呢 因为 已经吃过闷大地的亏了 但是 打兵法的时候 是啊 这这这对吧 嗯 人不可能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的 对 所以他不会再次闷了这个东西了 其实刚才就吃过亏 好 上一个大地 看贼这边 有什么方法 摸的这张牌很关键啊 哎呦 这样的话就刺激待发先刷一张 冷血 刀扇 刀扇还不错 但是刀扇只能打一 但是至少他还能过两张 如果再来一个刺激待发的话 哦没有 没有但那还是两个得捐 现在那这边只能堵一个立带或者暗影剑 能把这个解掉就完美了 就有机会赢 小卵并没有 没有 那只能抽一口 但是抽一口之后你不能上怪 你可以扔三个 但是你不敢扔 这里可以选择直接吸一口 接一个大地坏先知来自己 或者我觉得 抽一口上两个吧 抽一口上两个也是 也是一种打法 因为你有更多解盘 嗯 如果你抽一口能拿一个暗影剑 能解掉也是 那是最好 解掉 然后贼没有了加基森的话 还是比较烦恼的 女王压的话 但是加基森在场的话 压女王基本上很容易去到门口 一般作为一个 在这里的话应该不会这样打 但是他还是选择拼一手 觉得不拼 赢不了 因为下回他毕竟是可以出 直接出那个嘛 出螺丝的 可以强行解 这个加基森就亏大了 不过有第二张 这波不亏 还行 他下回还可以继续刷吗 他正好毒星者也上了 毒星者拿到了一个 一个加工的毒药应该是 这边好 combo来了 这边只要 然后这里只能上螺丝让他闷 上螺丝闷的话 如果螺丝打脸的话 这一波还是很赚的 嗯 当然你如果比较怕的话 毕竟对面没转刀 你现在伤怪也不现实 因为肺炎会卡着 所以这回上螺丝是最明智的吧 只能说 因为下回再拍个红炉下去 只要给他压力 现在血量是没问题的 嗯 他是蓝龙贼 刚才已经知道了 所以他并不会存在火车王冷血症 康波打死你 嗯 你一定要这回头抢节奏 然后螺丝不闷 只要不闷闷掉的话 他每回解一个 倒贼没那么怪给他解的 好 好 这个螺丝还是很会玩的 嗯 好 这个 这个东西你 你不得不解 螺丝 两个加攻击力 其实并没什么 关键是加攻击力 在这情况下来说 没什么用 他倒是希望两个是 两点伤害 被刺 哎 暗影打击吧 手速快可以被刺接暗影打击 但是能不能做得到 就看这位选手了 不行吧 我觉得这回合还是 暗影打击比较好 就稳定 稳定能减 就下回合 至少我下回合 稳定能减 但是人家下回合直接 红龙吹你脸上 不管你了 然后螺丝敲一下下回合 火窗里带机器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呀 他只能这么打 他可以两招牌一起甩上去 就不定就赢了 这个 这是梦里的combo 你看你看你看 什么 看到没 果然是抽到了 历代的 只能红龙吹一口啊 螺丝大脸就赢了 对吧 对吧 哪哪 为什么知道我这么容易赢 好 这个螺丝还有一点 现在 哎 这手还可以 这个闷鬼摸的简直救命了 有机会 但是人家只要摸到五面 还是有机 有可能的 是的 他这回合可以双清吗 转刀不动 这刀其实也可以卡一刀 你能卡一刀 试一刀 好 看一下术师这回合 有没有 呃 这里的话可能 手牌的话 是可以抽一口的 应该 可以选择抽一口 其实我觉得这里 倒是可以 多下几个怪 呃 下个怪的话 其实他直接血就加满了 别叫我了 小卵吃掉 我已经全全上了 对啊 我就觉得 这个时候就应该全上了 就是 就就拼人口了 是吧 刀上用过了呀 也是 他觉得拼人口可能能赢吧 对啊 就是我增加我的攻击频率 你一回合解不了那么多怪 加吉森 被刺 刷一张击手 刀上 呃 刺骨可以解一个 不要现在 保留伤害了 现在能把场面活下来才是问题 是的 刚才那刀肯定要砍的 因为多强血肯定是赚的 所以加吉森 这么不 不相信自己加吉森 真的好吗 可以被刺打一个大的 然后接范克里夫 他是这样考虑的 他要被刺 这个被刺为什么不解 因为他要用刺骨 哎 呃 也可以啊 他这样不给小鬼 其实一样的 他不给小腿 但是作为一个 呃 就是他不想给你小鬼 但是你要知道 宇宙树有张非常克制的 八八的牌 王牌猎人 哎 斩杀了应该 火车王力带 火车王力带 十二 十二加四 已经打死了 好主角光环 果然 你看好的选手就是不一样 这个还是 这样的话就恭喜五层游戏 好 确实啊 这个蓝龙贼 蓝龙贼启动的太慢了 对主要是 他那个马里狗斯 他要酒费 你酒费能上的时候 就是场面都不一定是什么样子 刚才最后一手的话 如果出佳基森的话 可能存在奇迹方面的可能性 但是他选择上个蓝龙 因为蓝龙只能过一张 其实我觉得那一回合啊 如果他决定要用被刺加刺骨的话 其实还不如上佳基森呢 因为你伤害是够的呀 你要解场的话 对对对对 因为你被刺打三二嘛 然后刺骨解三三 是一个道理 我这样都可以多刷几张牌出来 嗯其实他这么反折姐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伏笔 但是 其实少过了牌 对 只能说宇宙树的节奏 确实还可以 正好是四飞目光龙 然后五飞跳六飞 索雷生大地这个节奏 然后螺丝准时上 确实很强 是的 嗯好 那我们现在稍事休息一下 精彩比赛 带我回来